西城 雪士 沈西城 林康正 Baby 屯理論盡 天下大事 香港日事 昔日往事 剛過去的金像獎 沒什麼意外的結果 古天樂 無信君也是第一次 影帝影后 許安華又拿最佳導演 明月幾時拿最佳影片 姜浩文和葉德閑分別拿最佳男女配角 之後的傳媒 焦點 除了放在黃正的假髮 成龍 黃秋生 古天樂 即是分別支持香港電影言論之外 就來到彩元叔拿去終身成就獎 裡面他就說 原來當年他發天龍白寶 曾經被方日華撕了一張通告 即是否真有其事 報告講到這樣 當然是真有其事 三磅百做 我聽到楚元卿講這番說話 我不是感慨 我流眼淚 楚元哥在台上講到這樣 下面的人一個拍掌 我告訴你楚元哥 在拍掌的聲音當中的那班人 有多少個可以把你聽得入而記住 不會的 因為很多人還在風雲當中 他怎會想這個是你 撞到呢 我未必撞到 至少黃正不會認為他會撞到 黃正是不一樣的 他打了假髮 我覺得呢 楚元哥你不是沒有錢 假髮做得更漂亮 可以做得更自然 不要吸到在這裏 你知道假就變了很不自然 是吧 當然有很多人說 你楚元會遇到這種情況 我黃正 我劉偉強未必遇到 對不對 未必個個有 好像方小姐那麽黑薄 那麽無情 那麽如果方小姐 真是如楚元哥那麽講呢 我只可以說 真是黑薄 真是無情 真是良薄 那有些人說 喂人都死了 你為何還要鞭屍呢 我現在才出來講 我告訴你這個中國人的漏澤 他生前做了些事是不應該的 我們不但止不批判 批評他 而是還要跟他包庇呢 我這個覺得是中國人 之所以不能夠進步的最大原因 為什麼不可以批評呢 為什麼不可以講呢 如果你認為不可以講 你只是包庇重慾 即是對人不對事 只是呢 會更加令我們的中華民族的本性更醜 我相信楚元不是講大話 五妹三個百座 他這口氣呢 都引了很久 其實我覺得楚元哥 不是弟弟說你 你都有不著的地方 為什麼你現在才講呢 當然你說我寄人離下 都要低頭 但問題如果他當時跟你講 坐完 誰讓你拍天龍白布 說你不懂電影 你先聽我的問 他沒有錯 他是老闆 我有權不讓你拍 沒有實講 是不公平 因為他是老闆 我不讓你拍他有權 我是你夥記 他拿手 他炒你魷魚都有權 但他說你坐完 你不懂電影藝術 你不懂拍戲呢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對 他侮辱了你的尊嚴 為什麼你當時不捕捷他呢 我真的聽了很難過 坐完戲 你不懂拍戲 那很多人都不懂拍戲 我記得很多年前 我在太子道咖啡室 跟他喝咖啡 那時候我初出茅瑞TVB 因為我們要做一個 憑聲拱召顧家暉的節目 因為當年顧家暉 要去美國深掃音角 我們有一個節目 Variety Show 是寬送他 其實是做他的節目 今天坐完梁好像做司儀 要對稿 我在這個咖啡室 即太子道現在沒有了 不知道他還記不記得 沈西省這個人 我請教過他 如何寫劇本 他告訴我 那些觀點是很精闢 令到我受益無窮 所以我知道 坐完是會拍電影的 可憐天下父母心 七十二家房客是破盡紀錄 如果一個坐完欣都不會拍電影的 是不會電影藝術 我相信在現在我們的影壇當中 有更多導演是不會電影藝術 是不會拍電影的了 對嗎 至少黃禎不如坐完 很多 這個是我功勞 是我的心中 我認為是很公平的說話 黃禎完全是不及得坐完 但覺得存在 如果你說到坐完不會拍 黃禎更加不會拍 找人拍 所以這句說話是非常刻薄 坐完欣 你應該當時是要說我可以 你不讓我拍我接受 但你說我不會拍電影 我是要你道歉 我是不能接受 我寧願回去吃麵包 我要馬上反擊你 你認識嗎 你認識什麽電影 你懂什麽電影 你只不過是管家 詐數而已 你認識電影藝術 你認識寫的劇本出來 你懂電影 邵逸夫都未必懂電影多過坐完 因為他是一個爭者 他拍了這麽多電影 由粵語片拍到國語片 古龍又會拍紅 天籃民的都 劉昇的劇會也好看 可能他不懂電影 不懂電影藝術 你說他不懂電影藝術 方小姐你懂 如果你懂電影藝術 你懂藝術兩個字 你不會對一個有才華的導演 講這些話 對嗎 坐完 為什麽當時你不還 你反正他也不會讓你生氣 我不是得罪你 因為他沒有動你 我真的替你難過 你這口氣到現在才講出來 遲了 而有些人還評擊你 有人都死了你這麽說 那些人比方又華更加不是人 就是這些人的包庇重用 中國才有這麽多奴才 知道嗎 還有 有一個電影大哥跟我說 方又華小小之後 很多人歌功仲德 說他都電影有貢獻 他問回我沈西成 你說方小姐對電影有什麽貢獻呢 即是電影幾乎被他玩殘 我沒有說話說 我沒有說話說 是嗎 但這個電影的阿哥 真是那個人我見盡他 我認識他 他那種黑暴 那種不合理 有目共睹 我還見到這麽多人 說他歌功仲德 我真是覺得非常可恥 會不會是金銀頂白呢 是 真是可恥 因為我認識小姐 因為我不是在邵氏做 我跟他接觸劇本上 但我是聽聞了很多 但是這位大哥所說 因為我跟他交情 非同小可 我相信他不是生安白做 Dewire 你我五條 他說兩條半可不可以 訂雞蛋一百隻五十隻可不可以 我去上KLFA一百人 三十人可不可以 你明白嗎 管嫂他本色 他說歌功仲德 我跟他說大哥 這個就是我們中國人的特色社會 西成今年七十 都理不到這麽多 我們魯迅先生 在三十年代已經極力批評 批判我們中國人的醜陋 他一九三六年世世 到現在都八十二年了 是不是 我們中國社會 香港社會 依然沒有我 我見到魯迅都算到柏陽 他中早刊寫的內容其實都差不多 但是和小二 是沒有進步過的社會 但是我們沒有進步過 你說我們中國和民主 我們人的醜陋 是沒有跟同頂伯 所以說柏陽奉盛 嘻善怕惡 鞠躬欺善怕惡 敢怒而不敢言 很多人 甚至有些人敢言 傻的 那些傻的 還要罵他 他不說為何 他要這麽慷慨 要這麽激烈 要這麽不滿 那麽他還要罵他傻的 嘻 為什麽這麽多他投訴 這麽多不滿 所以我告訴你 搞搞真 好奇怪 我們中國人 外國都有 只不過我們中國人 這些人特別 比例高很多 特別的比例高很多 我都沒有了 知道嗎 坐完這個 就是冰山一國的事件 我當然為了坐完這個 很不忌 但是沈大哥 當時四大 小新 張惠佑、張英、吳楚帆、李青 在第二代 他來說 譬如我小時候 有時都偽善看 四體 張偉 有時是做十四代 大哥 但會不會在第二代 他來說 坐完那個成就 算是最高 當然 但是他所受的委屈率最大 我猜不到 坐完 被別人這樣 是 我真的為他難過 同時 對方小姐 非常之不滿 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你可以不讓他拍 有道理 我老闆 但是你不可以這樣 侮辱別人的尊嚴 過分 人雖然死了 但是我們講通道說話 不是對死者之不敬 如果你說 他死了 還說什麼 那是不通的 不通的 就是因為我們死了 不要說了 人人都認為這些做法是對的 我希望我們的電影圈 以後不要再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也不要有類似的老闆出現 但是我告訴你 這個是沈大哥個人願望 我相信這些人 依然會有 而且為數不少 還有很多人受盡委屈 現在都不敢言 人老了 就像我們阿浦 怕什麼 我不怕死了 你就來 是 才會夠敢說 你還要在那裡撈 就不敢說 都不敢說 我覺得人之常情 你害怕 但是不要助奏為虐 人家叫你不要說 人家死了 你說什麼 還要說這些話 這些人就是跟方小姐一樣可恥 我認為 你 大哥 為什麼要這樣 不要說 不對 要尊重死者 你尊重死者 你又不敬重生存的人 他應該受這些 侮辱 所以敢言的 黃秋生 反而在事後 有很多人讚賞 讚什麼賞 然後又道歉 你又是德國說 你講錯就道什麼 又說人家 誤解了你的意思 我就拚了頭 有很多事情 我知道 我不欲多言 既然這樣 不講好過講 講好之後 現在又說 對不起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們這些人 就不解了我的意思 原來那些人 那個知識這麼低 就不解了我理國下的意思 我就拚了頭 要是索性不要講 就沒事 對不對 唉 總之這個世界 正義是講的 絕對正義的人 在所少有 好啦 拜拜